不管是布鞋或是文具用品还是玩具 甚至书桌书灯 可以在圣诞节前夕从圣诞老公公手中 拿到自己许愿时想要的各种物品 小朋友都很开心 这是由暖暖区地内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黄辉 和执行长邱梅萍 第四届共同发起的圆梦计划 一个多月前先请暖暖区各幼儿园小学以及国中 推荐出总共19位弱势学童 了解每位学童需要的物品 再由各界共同认捐购买 赠送这些圣诞礼物为孩子们圆梦 更希望让这群孩子们长大后 也能够成为其他弱势孩子们的圣诞老公公 把这份正能量的爱和感恩继续传承下去 回馈社会 圣诞节前夕 让一些有需要的小朋友可以小小的一个确信 可以感到有一点点的贵截 让大家来参加这个外团 大家共享胜质 也感谢所有电内社区的志工长辈 伙伴 所有同仁 可以大家作为来完成这个已经第四年了 大家要感谢所有来参加的好朋友 主办单位也邀请前三届大约30位 参加圆梦计划的小朋友一起回来 现场也邀请魔术师来表演热闹气氛 地内社区发展协会更准备好吃的餐点 邀请大家一起享用 希望在湿冷的寒冬中 让这群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都能够一起度过 充满温暖和感恩的圣诞节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恭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